昨天我收到我原来租房子的这个房东给我发了一个微信 他说还有一封信寄到了他家 是这个交通局寄过去的 我就很奇怪 我说这个信我们搬了家以后 我们搬家有一年了 这个邮局地址也都已经改了 怎么还有信寄到了原来的那个地址 后来他跟我说是交通局寄过来的 所以我就想起来了 因为我当时就是买这个车的时候 还住在这个当时租的这个房子里面 登记的时候地址用的是租的那个房子的地址 后来搬家了我们的驾照 我们ID上的这个地址已经改过来了 但是这个车辆登记的这个地址没有改 所以说这个车有什么通知 他就发到了原来那个地址了 因为原来的这个房东我们关系都处得特别好 我说你就帮我打开吧 打开看看是什么内容 重要的你就拍个照给我 要不重要的话就无所谓了就扔掉就行了 后来他打开了一看说是交通局通知 就是我的这个车的这个登记 叫registration登记已经到期了 就是今年又要重新付钱了 这个呢我现在才知道 原来美国的这个车辆 你如果说申请了一个牌照 它是两年时间必须还要重新再登记注册的 这一点跟国内不一样 国内比如说我们办了一个牌照以后 基本上就是只要你的车不报废 一般好像都是能够持久使用的 但是呢在我们这个纽约州登记了这个车辆的牌照以后 是两年你要再付一次钱 他把这个信给我发过来了 我一看这个总共要付123块钱 好像付给交通局是80多块钱 还有30多块钱好像是税 这个税还挺高 我感觉这个是不是好像有点像国内的车船使用税那种形式 其实国内的汽车每年也是要交车船使用税的嘛 但是它也就几十块钱 后来我是为了确定一下 我说这个是不是 后来我想起来了 就是我给大家看一个东西 大家就明白了 大家看这个就是车辆登记以后贴在车上的一个标签 这个是年减 这个是年减标签 这个是车辆的一个登记标签 所以在写着2019年5月22号到期 这个标签很重要 就是我第一次申请的时候也不懂这个 申请完了以后 因为这个标签是一个是贴在这个窗玻璃窗上的 另外还有一个是你自己要保存 比如说警察要查你的话 你要出示那个东西 证明这个车辆是你的登记 所以说另外一部分你一定要保存好了 我们当时刚才美国也不懂也不明白 登记完了以后往车上一贴 那个就不知道塞哪去了 后来我有个朋友告诉我 他说这个你必须要放在车里 否则的话你警察要是查到没有这个东西 你就麻烦了 所以后来没办法 我在网上又重新注册了一个 重新登记了一个 补了一个其实就等于是 这个注册单上会有这个你这个车主的姓名 地址 还有你的这个车的型号 跟你车的登记的这个号码 就这些信息在里面 如果说警察比如说要查你的话 他的上面有一个条新码 他一扫你这个条新码 应该就可以看到你的信息了 所以说这个东西特别重要 我确认是到今年的这个五月份就到期了 所以我在网上就把这个钱给付了 在网上付钱其实还是很方便的 他这个信里面呢 给了你一个就是叫renew的一个网址 就是交通局 然后呢有一个页面叫renew 你登上去以后 就是根据他的一步一步的操作 绑定一张信用卡 直接就付掉了 既然聊到车的问题呢 跟大家多聊几句啊 大家知道美国是汽车大国啊 汽车就是最基本的生活中的代步工具嘛 所以他在这个汽车的一些服务上 其实还都是很方便的 尤其是考驾照 这个跟我们中国有很大的区别 我们中国一般考驾照都是 你必须要到这个驾驶学校 学习多少时间啊 现在我不知道怎么学了 反正我们那个时候学是那样的 就是要学习五十几个小时 要按指纹的啊 你必须得到啊 就怕你不学 要学到这个足够的时间 美国这边的考驾照非常容易啊 你学不学没关系 只要你比如说你会开了啊 你根据考试的这个要求 你要会了啊 你就可以去考 而且呢 他的这个考试 不像我们中国啊 先要考什么场地啊啊 还要考这个什么电子杆什么之类的是吧 这现在好像电子杆 我们那个时候考的时候还不是电子杆 就是竹杆啊 就是人为看的啊 就你撞上了没有 你这杆你要撞上来就过不了了 还撞不上啊就没事啊 人为信的啊 现在好像是电子杆了都 电子杆的话就是你要是一点点碰到了啊 他电子杆一叫啊就不行了 但是美国这边呢 没有这个没有场地啊 也没有交通局给你准备好的这个考试的车 他考试基本上全部都是在路边啊 一般呢 就是一个考点啊 他经常会设在某一个地段啊 我在美国考试的时候就是啊 我们当时是住在这个纽约的这个 克林斯嘛 皇后区啊 我们就在皇后区的一个点考的 就是在一个马路边上啊 好多车一辆一辆的等在那个路边上啊 前面一辆考好了 后面一辆接上来啊 一辆车考试大概也就十分钟的时间啊 就是你上车啊 开一圈 他会给你一些指令啊 然后呢 你你就走一圈 如果说行 他就现场就给你一张单子啊 你拿着那张单子就可以开车了啊 然后他会正式的这个ID啊 正式的这个驾照 他会寄到你的这个家里来特别简单 而且呢 考试的这个车 我们当时是用了一个教练车 因为教练车好像是有一个副驾驶 有个刹车嘛 因为美国人他对这个安全是特别重视啊 安全第一啊 你要安全不行的话 你就是你再好的技术你都过不了啊 我老婆当时考第一次在美国考试的时候 他不认路啊 就开了一圈 已经回到这个出发点了啊 准备要停车了 他还加速呢啊 那个考官一着急 一脚把他刹车给踩住了啊 所以说就没过第一次 而且美国考驾照特别简单 我当时考的时候就上车 然后呢 他让你往前走啊 靠边停车 而且美国的这个靠边停车很容易的 因为路边都没什么车啊 不像我们中国啊 还得必须得练侧方停车 我发现这一点特别不一样 好像美国人都不会侧方停车啊 如果说你前面一辆车 后面一辆车 你让他中间停进去 这个对他来说是挺难的一个事啊 他宁可不停这儿啊 因为这个对他来说太难了 因为他考试里面是没有这一项的啊 不像我们中国啊 侧方停车是考试里面的必考的这一项啊 要是在中国开车 你也不会侧方停车的话 我估计你在马路上你就一直等着吧 你肯定是停不到车了啊 其实美国这边考驾照 他最重要的还是对你的这个安全意识 对于安全意识的考核是第一 技术然后是第二 因为我来美国我已经有十几年的驾龄了 其实我的技术是完全没问题的 我在美国考驾照 我是一次通过的啊 理论也是一次通过 然后呢 路考也是一次通过的 但是呢 我通过其实很冒险 我刚刚好及格 这边考试好像应该是 你扣30分好像就就不能过了 我好像正好是拿了个70分 正好过吧 我也记不清了 因为我当时考试的时候吧 我现在想起来挺有意思啊 当时考我的那个考官呢 是一个黑人 是一个黑人女考官 她呢可能是也是心情不太好 我一上车以后 她就一直在说 碎碎念碎碎念 一直在不断的说 刚来美国这个听力本来就不行啊 对这个单词啊 教练已经把这些考官要给你的那些指令啊 就是给你一张单子啊 他说你就把这些指令全部背熟啊 他让你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 但是呢 我这一上车以后 那个考官一直在说 嘴巴不停的在说 没听过 我也不知道他哪个是指令 哪个是他自己的念叨的这个话 其实当我开了一段以后啊 他让我靠边停车 但是呢 我没听懂 我就往前走 然后呢 他就开始着急了啊 然后他看我没有执行他的指令 然后他又重复啊 让我靠边停车 然后我这才听明白 我其实已经过了啊 已经过了他让我靠边停车的那个地方 然后我又给倒回来 其实靠边停车本来就是应该就是 比如说前面有一个车 你就以这个车为参照 倒过来啊 就直接这样这样过来就行了 但是呢 我已经过了很远了 我一看他让我靠边停车 然后我就又倒回来 倒回来以后可以停进去了 然后他又开始念叨 我也不知道他在念叨什么 然后他现在怎么怎么 然后我就走了 然后我就一路上开的特别谨慎呢 因为这个考试 他都是在路上考的嘛 有很多社会车辆 然后我看到一个十字路口 我的这个交叉道 有一个车过来了 我是直行 然后我让他我说 先走 你先走 因为我是让他嘛 我就是看他谨慎一点 那个考官又着急了 他说 你为什么要让他先走 他说他有stop sign 你没有stop sign 你是可以直走的 他有stop sign 就是他应该让你的 我没吭声 我就往前走了 反正你让别人嘛 还能理解 可能是你对交通规则不太熟啊 但是如果你要stop sign 你没让别人 那你肯定就不行了 是我不该让的 我让别人了 那考官他认为你的安全意识 应该还有 我估计这项可能也没扣我的分 应该是 虽然这个中间出了一点 这个小插曲吧 但是呢 我一路开的还算比较稳 我感觉美国的考官坐在你的这个边上 他对你的衡量 第一个标准就是 他是不是有安全感 如果说你要让他感觉到危险了 感觉到不安全了 那你肯定是过不了 其实我已经扣了很多分了 小细节啊 有一些小细节可能扣了很多分了 但是呢 最后他还是让我过了 就我感觉他坐在车上 他是安全的 因为我开得很稳嘛 所以说我觉得美国的这考试 他还是比较公正 他的评价标准也还是比较客观的 我老婆当时第一次考 为什么没过呢 是因为第一 他在中国的时候拿了驾照以后 他从来没开过车 所以说呢 他还是很深的 其实完全是有点像这个新手上路 第二个呢 就是最后那一下 让那个考官踩住了这个副刹车 所以这一点 我觉得肯定就是过不了了 因为当时我跟那个教练 我们是站在那个路边看嘛 我们就着急 我说该停车了 怎么还加速呢 他一加速加起来 突然就急下车 我跟教练 我们俩站在旁边 我们说哎呀完蛋了 这肯定就不行了 所以那个考官肯定是感觉到危险了 我们当时刚来美国的时候 有三个多月没有开车 所以那段时间特别痛苦 在美国如果说你要不能开车 你出去买个菜啊 因为我们住的地方 离这个超市啊商场啊 其实也都挺远的 我们那个时候就天天坐公交车 走到公交车还得十几分钟 有时候赶上冬天的话 真的是很冷 为什么我当时不能开车呢 是因为我们是已经是移民身份了 移民身份 你如果说在纽约州 你必须得拿到驾照以后才能开车 中国驾照在这儿是不认可的 就这个问题 我当时特意咨询了一下我的那个律师 但是呢美国 大家知道美国的律师是非常细的啊 就是每一下他是做移民律师 他对这个交通规则 交通的这一块 他可能不一定很了解 但是好在我那个律师当时找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律师楼 他们在纽约在美国的七个城市都有分布嘛 所以说他后来又专门问他纽约的同事 就帮我去求证这个问题 后来他们同事告诉他 他如果你是移民身份啊 你已经入境美国了 你的中国驾照就不认可了 所以说当时为了保险起见吧 就别去触碰这个雷区 万一要发生什么事情 你说刚来啊 这个很多麻烦 所以说我们当时忍着也没开车 我当时这个车都已经买了 整整在家里放了三个月 最后放没电了 但是这个纽约州规定 如果你是旅游的话 中国驾照在纽约州应该好像是可以使用的 临时使用应该是可以的 因为美国每一个州的这个规定都不一样嘛 它的法律都不一样 加州好像应该是可以的 但是呢 我也听说有一些州是不行的 所以说这个来美国的话 其实一定要查清楚到底行或不行 所以说我们当时啊 整整这个走路啊 坐公交车啊 还有主要出去的主要是打车 这样的时间过了两三个月 大概有三个月 在这边打车也很贵啊 刚来的时候呢 我们主要是经常叫这个电招车 我们中国人不是有那种电招车吗 电招车呢 它相对来说比那个常规的出租车要便宜一些啊 但是呢 它是按照区域来算的 有时候我们从这个 克林斯啊 皇后区来这个长岛这边买个东西 它是按邮政变码来算的 一看你的这个邮边已经跨了这个区域了 因为长岛已经出了这个纽约市了嘛 所以说它的这个费用就特别高啊 现在想想其实刚来美国时候的那段日子真的是挺感慨的啊 就是不能开车其实是一个我们那段日子里面非常苦恼的一个事情啊 当然了有些胆子大的人他可能也就就是开了啊 因为你要是不发生什么事情的话 我只是作为一个啊 司机的这样的一个身份 我所经历过的这样一些体验 我跟大家聊一聊啊 没准有些地方是不对的啊 大家如果说有对这个美国的交通开车 如果有感兴趣的话题的话 大家可以在我下面留言 我们可以来讨论 我要是不明白的 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网友 如果你提出问题了 我要答不上来的 我估计别人也会帮着回答 哎呀